else if 特別注意 else把它改成switch的方式 特別注意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給switch一個什麼呢 一個條件 所以這個條件就是 鍵值 那個鍵值就是把這個hand 把它改在哪裡呢 這個地方我們如果改的話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 把這個鍵值 剛剛switch的鍵值 可以當hand 這個hand 那hand是多少 特別注意呢 它這邊有一個所謂的標籤 那這個標籤呢 如果它等於0的時候呢 有沒有 這個標籤實際上 特別注意喔 它是一個冒號 冒號 假設它數字 那這個值一定是int的值 特別注意一定是int 後面一定要加一個冒號 這個是關鍵 那最後呢 就把這個結果輸出 假設說呢 那user是輸入的是0的話 那就是輸出石頭 剪刀石頭布 更正一下 這邊的話呢 換一個位置 剪刀石頭布 編導一下好了 剪刀石頭布 比較順一點 好 那就輸入 如果它輸入0的話 就是剪刀 1的話 就是石頭 我一直類對 那最後一定要有一個breaker 另外呢 你加不加default 都沒有關係 你也可以把case2 改成default 因為default 實際上就是 除了上面之外 那default有點像else 有點像else 那最後把它挑開 加一個breaker 所以呢 這邊關鍵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 把這個地方 後面沒有等號 然後 這個地方 好 那如果參考 要參考這個 完整的程式 當然我不 我不超版書 我就直接把它放在 我們的論壇裡面 好 我們論壇裡面呢 這邊就有這個完整的程式 嘛 那下一個範例就是說 你也可以試試看 就是說 我如果說我今天要做一個 加上什麼呢 加上跟電腦做一個 兩個 跟電腦玩遊戲 那玩遊戲裡面 你要想一想 那電腦怎麼出剪刀石頭布呢 這邊呢 有個關鍵就是說 要 可以讓電腦自動乱數決定 所以呢 在java裡面有一個叫random 它的一個class 就是說我們可以乱數取得 如果今天要乱數取得 是0 1 2 這樣的詞 我該怎麼從random裡面呢 取出我要的詞 並且跟我的 什麼呢 我出的權 做比較 那比較的方法 除了用if的邏輯 也可以用switch的邏輯 那這部分的話呢 也可以思考看看 這裡的話呢 把畫面先還給你一下 這個應該ok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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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